字幕君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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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我很像是一個三分鐘熱度的人 就是很長時候會 所以這個好像蠻有興趣的學一下 但好像就覺得 好像就這樣 所以又會換去別的東西 但是在演員這條路上 他好像沒有這個鏡頭 就是他 每天接觸的劇本不一樣 每一次接觸的角色不一樣 每一次遇到的人不一樣 所以所有的事情 就算是如果真的把它列作是一個公式好了 但是他的變因太多了 所以每一次的答案都會不一樣 那我覺得我很 很喜歡在這個運算的過程裡面 找到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 他好像就不斷地去 驅使我去探索更多 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那個過程其實非常有趣 我一開始其實都會有一種覺得 好像角色就是真的要這樣 欸 跳進去 他變成一個角色 那跟不同老師上課之後 我發現其實演員 就像是一顆鑽石一樣 他可能有48個切面 有68個切面 64個切面 都會是不同切面的樣子 他就只是一個轉一個轉一個轉一個的過程 那只是心裡的這個東西 怎麼樣讓自己轉過去到轉回來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 我現在讓自己感受到有沒有在轉的過程 以前都會覺得好像會不會進到一個角色裡面會出不來 那現在比較多都是 我認識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 他帶著范少勳去經歷了一些他經歷的過程 那等到這個戲拍完 這個戲結束我殺青了 好 那變成是 這個東西 我在帶著他去經歷我平常愛生活的方式 以悲傷來說 就是比悲傷跟悲傷故事影集版這個來說 很多很難過的戲 那我帶著這個東西去經歷我的生活 可能時不時有時候聽到一個旋律很像人的那首歌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難過跟有一點悲傷 那個情緒會被勾出來 還是會被勾出來 但沒關係 我就讓他換我帶著這個角色經歷我的生活 所以好像就是這樣轉換過程 他就是會慢慢的去融合在一起 那就是我 現在的演員范少勳怎麼去看之前的演員范少勳的表現 譬如說回去看《月界》 譬如說看《通靈2》那個時候 你怎麼去看那個時候的你自己 我很謝謝他 因為他沒有放棄過任何一次機會 他沒有放棄過任何一次學習的可能 而讓我現在獲得的拼圖越來越多 那得到的感受越來越豐富 《月界》